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之消停》 第78集,清醒梦 顾南婷做了个清醒梦 她知道自己在做梦,甚至能控制梦的走向 这个梦很日常,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遐想 只是非常日常的一个工作日 主角是女孩,婚案楼道里 问她觉得自己怎么样的那个女孩,程骁 梦里她跟她作为普通同事 朋友走过许多年,她看着她成家 有孩子,她会在深夜航班落地之后 友好的送她回不属于她的那个家 会在他们夫妇没空的时候 帮忙带那个看不清长相的孩子 就这样,走过了许多年 画面温馨而和睦 闹钟敲碎一切幻想 顾南婷睁开眼 她正躺在自己的房间 额上出了一层薄汗 下一秒伸手拿起手机 日期2021,那只是个梦 最近八卦听多了吧 居然做这样的梦 而且这样温馨又和睦的梦 她竟觉得心里堵得慌 很不对劲 起身梳洗 开始新的一天 程骁疑似交了一个新男朋友 也不能较新 本来就没有救的 管接管送 管吃管喝 以上的版本出自程骁 最好的闺蜜夏至 自然是有可信度的 听说是原来在青岛的青梅竹马 最近对方来陆舟工作 一来二去 重新熟悉就在一起了 可能是最近 吃吃喝喝多了 飞机停稳后 程骁在驾驶舱吐槽自己制服都紧了 立夏从今天起下班就去跑步的目标 你们都要监督我 下班跑不知道吗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程骁下飞机又约会去了 顾南婷和宋宋走在后头 在通道里看到前头的程骁从洗手间里出来 已经换好了便服加速往外走 通道的尽头有人在等他 那人接过他的行李箱 两人说说笑笑地往外走 很是般配 南婷哥 萧姐这样下次复训会不会过不了啊 你管管他呗 宋宋这么说是夸张了 多吃几顿还不至于影响复训成绩的程度 管不了 随他吧 这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生活状态 曾经他也在飞机上 叫他给他发一个男朋友 顾南婷响 宋宋在顾南婷看不到的地方 自己给自己做了个鬼脸 以上事件当事人程骁从来没有承认过 把业绩等成了早期是什么概念 程骁表示 就是很累的概念 航线上的天气时耗时坏 航班延误一次又一次又不取消 一直在准备室等着 连酒店都没得去 室内人员拥挤 程骁干脆到了室外的小花园透口气 大家都习惯待在空调房 这里倒是一个人都没有 阴天带来的风格外凉 程骁觉得身心舒畅 如果不算 现在是凌晨两点的话 抬头看天 星辰西落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之前 非或蕴长航线的日子 漫长的黑夜 安静的天空 最激动的莫过于遇上相隔甚远的陌生伙伴 两下闪烁之后又各自飞向不同的目的地 从口袋拿出无线耳机连接蓝牙 一件连接熟悉的歌曲 听筒里播放不算典型的情歌 面风吉你 降噪耳机本不该听到外间的纷纷扰扰 可他就是听见了 在自动门关上 来人重新退出花园离开之前 程骁叫住了他 顾叫员 过来坐呗 自从上次断电 两人挑明了身份 程骁交了新男朋友 顾南婷还没有机会跟程骁 如此安静的单独相处过 坐呗 我又不会吃了你女孩拍拍身旁的位置 再强调了一遍 嗓音里透着疲惫 顾南婷走了过去 程骁十分友好的分给了顾南婷一支左耳耳机 他最近都在满负荷飞行 今天说不定还要熬个通宵 他闭上了眼睛闭目养神 小花园里的椅子是没有靠背的长木丹椅 远不如休息室里的舒服 但他就是想出来透口气 累就去休息室睡会吧 里面太闷了 手机响起打破缓慢的节奏 在顾南婷没来得及摘下他耳机的一秒里 他听到了一句轻易的称呼 肖肖 这通电话讲得并不雀跃 顾南婷甚至很想提醒对方 凌晨两点就算还没休息 也不该打电话 但这与他无关 他又想起了那个亲切又疏离的梦 挂断电话后 程骁向询问又向吐槽搬来了一句 顾部长 下个月我可能要请一周假 有事 家里有点事 回一趟青岛 想起公司的留言 和之前程厚晨来找他说过的话 如果那个对象真的是青岛人的话 脑子里闪过那个清醒梦 他也不知道他担心的是他有可能不做飞行员 还是有可能直接离开路舟 顾南婷用自己都不知道的小心翼翼问道 还回来吗 程骁原本低落的神情慢慢演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 又忽然扑刺一下笑开了 他想什么呢 怎么也不能一走了之 他还有工作和房子在这呢 他该不会是在担心他在楼道里拒绝了他那事吧 拜托他脸皮还没有这么薄 不至于顾南婷 他的表情肉眼可见得不自在起来 就像那天晚上 我以为没什么 顾南婷顾左右而言他的闪躲引起了程骁的关注 他向来伶俐 也知道下至那个看什么CP都磕的人 最近在大喇叭他和他的发小 脑子里正确地将事情联想了起来 顾南婷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看着惊悚的表情和无言以对的反应 那就是咯 没关系 他走得慢 他调整步伐就是了 总有一天他们的步伐是一致的 别听下至胡说 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不是男朋友 结束对话 承销友好的重新把一只耳机递给了他 心头闪过被戳穿的窘迫 他刚刚确实是联想到了这件事 面对他的坦荡 顾南婷做了一件顺从内心做了一件事 南压连接的距离不像旧时的有线耳机 可以带来理所道然的暧昧 只是有心也可以 他拍拍自己的左肩 示意承销靠过来 后者没有顺意的侧头 反而是调整了坐姿背向他 以为等不到重量 在片刻之后 画作触感真实的相衣 顾南婷感觉到左手手臂有他脊背靠过来的温热与重量 顺着臂和背的相贴做出的提示 顾南婷也转过身更加倍对承销 让他靠得更自在些 在背后的男人调整好坐姿后 承销便不客气地往后仰靠 把头的重量放在了某人的右肩上 深呼一口气 闭上眼睛享受片刻的休闲 晚风拂过 女孩的发扫到男人的脸 有些痒痒的 重新分享蓝牙耳机 亲密的距离里 他能在他的右耳耳机中 听到与自己左耳耳机一般无二的歌词 顾南婷也闭上了眼睛 这一刻只有夜色吞没两人互相看不见的笑意 自动门开启发出声响 顾机长 我们可以飞 顾南婷把食指放在自己的唇间 示意来者安静 但承销已经重新直起了身 我呢 我能飞了吗 呃 萧姐 你那班好像还没收到通知 没进 你们先飞 顾机长 起落平安 起落平安 顾南婷大言不残地说要陪承销回青岛 但当这件事到了眼前的时候 还是会紧张 在他们交往了不到两个星期 家里又打来让承销回去相亲的电话 承销主动交代 说自己在鹿州有男朋友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顾机长紧张的样子 今天 承销和顾南婷都是陆航的乘客 不同于平时坐在驾驶舱里 今天两人坐在客舱 这还真是他们第一次一起作为乘客飞行 承销很放松 他就把这当作一次两人世界的出游 面对夏至和其他乘务员同事的路过 承销大大方方地牵着顾南婷的手 这么好的男朋友 自然是要公开接受大家的祝福 他们飞行的目的地是承销的家乡青岛 更加让吃瓜群众不禁感叹两位 果然不愧是开飞机的速度 承机长 这话说的 实在没有良心 顾南婷没有关注机舱其他人 目光落到两人十指紧扣的手上 他是个情绪稳定的人 他所在的不淡定 机会都给了承销 澳洲改装训练 跑到冲突 停电事件 还有现在 南婷 我家的情况 我需要跟你说一下承销侧过山来面对他 他向他介绍了家里和父母的情况 最后强调 说明最特别的一点 我妈妈呢 她并不同意我做飞行员 准确来说 她一直认为飞行是件很高危的事 所以顾机长 自求多福了 承销的家在一个临海小区 一排排错落有致 小毒洞包含万家灯火的故事 跟着承销走在落日余晖下的上坡路 海面的波光淋漓映照在 布落了爬墙虎的外立面上 鹿州也是个海滨城市 但跟青岛的海是不一样的 这里给人的感觉更加广阔 更加包容 海浪的声音拍打节奏传来 顾南婷并不欣赏海 但他发现 他也不排斥青岛的海 我们快到了走过不长的一段路 承销往前指着一道铁门 他们交往的时日很短 远没到见家长的程度 是顾南婷知道承销介绍过自己之后 主动提出要来的 他家的情况 他听颂颂说过 相亲逼得紧 既然说了 那就要来表个态 既是寻求认可 也是表明决心 走到副部长这个岗位 顾南婷自问经历过很多次面试 做过很多场演讲 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 来到家门口 承销转过身面对他向前一步 双手环上他的脖子 顾机长 准备好了吗 他雀跃的笑脸 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当他想抬起手抱一抱承销的时候 萧萧 进屋吧 抬头 看到承厚尘在二楼阳台 拿了个浇花的洒水壶 旁边 方晶云也在 顾南婷还没抬起来的手 马上放回原位 还立刻把承销的手从自己身上拉了下来 爸 我们回来了 承销笑着应道 承销领着顾南婷进了门 承厚尘出来接过他们 手上大大小小的礼物 方晶云方从二楼楼梯转角处出现 往门关方向慢慢走来 刚开门在与承厚尘目光相接的一刻 顾南婷感受到了亲切和欢喜 至于另外一位 承销先是不管不顾地抱了爸爸 在接触到方晶云注视之后 退回原位站好 我们回来了 妈 饭前还有点时间 顾南婷局促地坐在沙发 接受二老的审视 其实主要是方晶云成后臣和善 按套路问了一些顾南婷家里的情况 对他个人和家庭也比较满意 承销在爸爸的引导下渐渐忘了 方律师还在这里端着呢 自己拿起了瓜子边磕边附和 爸 这些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这不难得小姑来了 多唠唠 放心吧 他以后会常来的 承销说话向来大胆直爽 在家里自然也一样 常来什么 我同意了吗 久未说话的方晶云 打断了他们妇女的美好畅想 也让好不容易放松下来的顾南婷一阵紧张 承销磕完手里的瓜子 大无味又很实在地回了一句 还用不着您同意什么 我们现在还没说要结婚 这对话简直不要太生猛 吃过晚餐 承销被承后臣拉到厨房帮忙洗碗 顾南婷则留在客厅继续接受方晶云的考核 承销心思就不在晚上 一直想偷听外面在聊什么 肖肖你就别担心了 我看你妈对小姑挺满意的 是不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 方律师居然一句都没提过飞行员的事 顾南婷的为人和家庭环境都是无可挑剔的 承销来的路上只担心飞行员这件事 甚至还开玩笑说如果方律师不同意他们就私奔 但顾南婷说无论他妈妈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不可以起冲突 你妈妈知道你在路州有男朋友放心不少 你的眼光随他自然不带拆的 老爸你这怎么还拐着弯夸自己呢 洗碗碗时间也不早了 这场会面比承销想象中的要平淡的多 顾南婷从进门到吃饭到现在准备要走了 都顺利的诡异 方律师居然既没有刁难他 也没有刁难他 跟妈妈相处的太过友好 承销心里却比骂他一顿更加没底 那时间也不早了 南婷他就先去酒店了 我送送他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 承销住家里 顾南婷住酒店 他们第二天下午返回路州 不介意的话 今晚就在这休息吧 一晚上都平平淡淡的方晶云开口 承销眨拔了两下眼睛 睡哪 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啊 睡客厅 可以把疑问的句式 肯定的语气 方晶云又说 当然可以 阿姨 十二点 客厅和房间的灯都已经熄灭 承销捏手捏脚的溜出房间 今天下来他实在是太多疑问了 顺利而平静 平淡又诡异 南婷 你睡了吗 一手别着头发俯身观察 沙发上的人盖了一张他从房间衣柜里翻出来的卡通小被子 听到他过来自觉睁开眼 承销就着沙发和茶几之间的缝隙暴溪坐到了地毯上 打算好好问一问今晚的情况 看到承销就这样穿着睡衣过来直接坐到地上去 顾南婷先是坐起来把原本就属于他的小被子给他披到身上 再把人拉起来坐到沙发上 然后自己离他一个人的距离坐下 你坐那么远干嘛 承销压低音量 怕惊喜主人房里的父母 顾南婷给他一个你说那的眼神 还是不动如山地坐在原位 承销不自觉地抬眼看了一圈天花板 怎么他家是装监控了 还是有什么非礼物式的 不是 这是张沙发又不是床 你坐这么远我怎么说话 顾南婷文言 谨慎地往他的方向挪了半个身位 还留着半个身位的留白 算了 先这样吧 晚上 你跟我妈聊什么了 她同意了吗 为难 你了吗 顾南婷想起方晶云 刚刚跟自己说的话 你说话呀 黑暗里 承销催促 聊了你做飞行员的事 我能说的都说了 就看你妈妈怎么想了 这么勇敢的顾教员 好不容易拿的印象 分自己又全交出去了 萧萧 你担心的也是这件事 不是吗 确实 承销家庭两大难题 辞职回家 相亲结婚 解决了一个 现在还得再攻克一个 承销本就忐忑 也不想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但这一天粉饰太平下来 她觉得 还不如乍一乍来的干脆利落 没想到 最该拿印象分的顾南婷自己去炸了 顾教员 你真好 第二天 承销从起床起 就开始观察方晶云的反应 她对顾南婷似乎没有昨天那么客气生疏 准确来说 变成了直接使欢 从帮忙给植物挪位置 到帮忙修用了很久的木头架子 从给花园打扫 到补上鱼池边脱落的石子 弄完这些 还要帮忙去超市搬货 堪称能使欢的都尽量使欢 承销在空调房里盘腿磕着瓜子 隔着窗户看外面忙活的两个男人 不痛不痒的心疼两句 方律师 您这是把一年的重活都堆在今天了啊 是啊 难得你回来了 还不赶紧去帮忙 幸灾乐祸到了自己头上 承销假装没听见 又俯身从茶几拿了一包新的瓜子 她不是懒啊 而是难得顾南婷来了 总得让她表现表现的 对吧 果然还是这样刻薄的方律师 更让人身心舒畅啊 本来打算只停留一天 在城后尘的盛情 方晶云的默许和第二天还是周末的安排下 承销和顾南婷把机票改签到了周一的早上 一大早把花园的活干完 又被叮嘱去超市采买 方晶云列了个清单让城后尘去 又米又油的全是重午 实则就是让顾南婷去 我也很久没去逛过了 我也去承销自杀发出跪起 手往前身从茶几抽了几张纸巾 转身撑在椅背朝着刚进门的两个男人一人第两张 城后云擦了一把汗 说自己进去洗个澡 顾南婷走在后面 被承销隔着沙发扯住了衣角 他们本来没想过 会留两天还被叫干修护兰班盆栽这种活 顾南婷带的都是正装 这会儿承销正心疼地扯着他沾上泥巴的衣角说 这应该能洗掉吧 顾南婷看了一眼望他们这边看动静的方晶云 默默从承销手中抽回衬衣衣角 我去换件衣服 哎我爸在用浴室呢 你去我房间换吧 走走走我带你去承销边 说着边从沙发绕出来 就近从他本就放在沙发边上的行李箱里 捞了一件白衬衣 推着人走了 把人领进房间以后 承销故作神秘地关了门 压抑着兴奋和热烈低声 跟他说方律师 今天的态度总算是对了 我跟你说呀 我妈说话就是这么刻薄才得尽 她要是客客气气的 那是看不上你 还有啊 一直都有些拘束的顾南婷 被眼前这个兴奋的女孩逗笑 就像那天知道她恢复副部长职务的雀跃 她为她真心欢喜 悦然脸上 不过我们也不知道要干活 早知道戴个黑T恤 承销宣泄完刚刚 在客厅不好表现的太明显的情绪 就上手来帮忙完成进房间 本来要做的事 你这白衬衣 不知道能不能洗 承销抬手帮顾南婷解扣子 刚解了一颗就被后者抬手阻止 对方趁她松手后退了一步 拉开距离 我自己来这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 就像跑到冲突事故后 在医院里下志想帮她那时候 又不是没见过 承机长 请顾南婷甚至把被承销解开的那一颗扣了回去 打开房门首饰 标准地请她出去 行 在她家还拿她当外人了是吧 路过门口 在房门被关上之前 承销把话说完你害什么羞 咔 房门在身后被上锁 本来只有承厚尘和顾南婷出去的采买 承销主动说想去 又不知道承厚尘怎么说服了方晶云 出门的时候 变成了四个人一起去 顾南婷重新换上正装西服 承销则随意穿了一条休闲的枣红色连衣裙配马钉靴 背了一个棕色小包轻轻松松地出门 爸爸 超市门口那家车轮饼还在吗 还在呢 出来的时候可以买 居然还在啊 我都多久没去过了 关上铁门 承销小跑两步左手挽起最前头的城后尘 老大不小了还喜欢吃 别听你妈说 她自己上个星期才吃过呢 是吧 方律师甄选的肯定是优质保证 右手试探着伸出 在勾住那位别扭的女士之后 承销稍稍用力拉近的距离 看不见的海风带来清新的咸甜味 斜角入射的太阳穿过树叶形成斑驳光影 顾南婷在最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真好 进入超市 承厚陈和方金云推这一台购物车在前面走 顾南婷和承销推了一台跟在后面 来到一个货架前 承销停了下来介绍说 有几个是本地牌子的路周见不到 他们离了队 前面二老也遇见了熟人 老方 这么有空和老承来逛超市呢 是啊 好久不见 我好久没来了 这不忙着带小宝 你家萧萧还是一个人吧 要不让我女婿给她介绍介绍对象 我们当时就说女孩子不要那么要强 听说是介绍了很多个都不满意呢 这不知不觉就剩下了 现在都不好找了吧 承销听到熟悉的动静 马上跟了回去 这蓝阿姨和自家妈妈 算是相爱相杀 每次见面都要阴阳怪气地来上一轮辩论赛 其实双方并无恶意 就是小时候晒娃 大了还暗中较进那种 蓝阿姨的女儿方方 适龄结婚 生了二胎 家庭幸福 蓝阿姨 哟 萧萧回来了 是 还没恭喜方方三年爆俩 下次有机会一定拜访 别下次啊 今天就跟阿姨回家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下次吧 今天比较匆忙 下次回来一定给宝宝带礼物 这位是 承销晚上身边人的手 蓝阿姨注意到 他们一家三口 还多了个人 是萧萧的男朋友 还有更加靠近的方晶云接话 也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他说 也 去过超市 除了大包小包的中午 还买好了今天的菜 方晶云对承后尘说 女儿回来了 自然应该她去做饭 这话 明着说给承后尘听 按着说给承销听 实则又是顾南亭听进去了 一顿饭做下来 承销最多算是个打下手的 吃过饭就继续干活 早上整理了一楼的小花园 下午则去整理顶楼的植物 补修了开裂的地面 重新粉刷了利用率不高的杂物间 清出了一些放了很久 但没用的积累 承销插着腰在一旁看着 一时间不知道更该心疼老爸 还是心疼男朋友 亦或是心疼白衬衣 方律师当真是 把一年的重活都安排上了 晚上 大家都洗漱过后 承销把顾南亭叫进了自己的房间 实在没想到 今天这么忙承销拉着顾南亭 坐到床尾的位置 翻出了晒后修复的卢慧胶 还有护手霜给他顾肌长 现在知道防晒的重要性了吧 我当时也不是不让你们涂防晒 安了安了 我知道 南亭 我们好像过关了夜 做过适度的护理 承销挽过他的手臂将人拉近 不失粉黛的脸埋进后者的肩 柔声说道 今天一天下来确实是累的 身体累 心里却累得舒畅 累得畅快 承销和妈妈的关系紧张了许多年 每一次回家都要小心翼翼维持表面平衡 因为只要打破平衡 就会不欢而散 而这一次 承销却感觉到很放松 或许是因为顾南亭在给他底气和安心 又或许是因为方晶云 因顾南亭而减少了对飞行员这个职业的排斥 无论是哪一种 承销都久违地觉得 回家真好 还有今天在超市 方晶云说 也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这个也 只带的是他吧 这是妈妈第一次 认可飞行员 认可他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我真的好喜欢牛承销抬起头来 在男人的夹边 落下亲吻 顾南亭不知道 承销千回百转的思绪 和由衷感谢的奖励 只被他 配套言语的行为调动 他想再亲亲他 视线接触的默契 承销配合地再往前 凑了凑 轻着上彼此微凉的唇 温柔在嘴里颜綿 默契地彼此撬开齿关 温润炽热的空气 彼此压迫 贴上又分开 在一个换气的当口 柔暖熟悉的气息 没有再次负下 承销感觉到的顾南亭 正拖了自己 本已圈上他后颈的手 人也从跟他并排坐在床尾 迅速换位到对着的梳妆台前的椅子上 跟他拉开距离 那闪躲又犯错的小表情 让承销觉得顾南亭马上就要说出 承机长请自重 这样的话来 早点休息 我出去了 顾南亭你跑什么 顾南亭眼疾手快地把房间门开到最大 啪一声 卡住门后的瓷熙 用行动 警告 这么装 看他一轮操作 承销突然很想逗逗他 他从床尾起身 背着手一步一步慢慢走到他面前 故意点起脚轻身 在男人的耳边吐出温热的气息 回到鹿州 我看你还装不装 现在的营地 除了有学生时代那种 只提供光秃秃一个草地 需要自己扎那种小小的单人或双人的帐篷 还会提供那种一个就可以住十多个人的扎好的大帐篷营地 虽然少了自己动手的乐趣 会多了放松和玩闹的时间 生活中的调料 非鹿营发烧有的便利选择 半山腰上的营地环境很不错 四个四平八稳的大营并列 奶白色的三角棚顶微柔了画面 几集木头楼梯和四角原木柱子架空了帐篷 隔离地面的潮湿 一个营里头是可以睡十个人的大通铺 还有自然味道的装饰 原木 多肉 歪歪扭扭的架子 帐篷外面对着几个烧烤炉 和一些可以打卡的装饰 闪灯 空地外面 可以俯瞰路周景色 今天是陆航 深航和优航三个航司的一次联谊交流会 以前一般都会安排在机场酒店的宴会厅厅里 今年策划团队换成一批年轻人 搞了点新花样 大家换下日常板正的制服 一帮年轻人打打闹闹的交朋友 顾南亭本不愿来的 只是对方派出了副部长 陆航也要对等安排人员 他是最年轻的副部长 又是单身 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他头上 黑色的 Polo山家黑色的休闲裤 年轻人穿出了老干部的感觉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人气 陆航的顾南亭副部长 这个职务 这个年龄 这个脸 还是单身 大家自然想来认识一下 顾南亭并不适应这种场合 同样不太适应的 还有李宇恒 他来陆航的日子短 除了有航的飞行部朋友 想来认识 自家陆航的很多人都没见过他 一下子就围了一圈人 看出他不懂拒绝的为难 顾南亭在人群中将他带了出来 谢谢你啊 南亭哥 不客气 远处成销和宋宋交头接耳 说着什么话 往他们这个方向走来 宇恒 那边有小游戏 我们去看看被宋宋邀请到 我 好吧 宋宋神情老实诚恳 李宇恒不忍心拒绝 一步三回头 跟着宋宋去了 顾教员 你要是只当宇恒是妹妹 就不要挡着人家的桃花呀 承销背着手 仰起头条皮的说 宋宋 顾南亭捕捉信息 倒是捕捉了 这一条最不该捕捉的 承销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继续努力把控话题的方向 顾教员联谊有没有什么收获 顾南亭拿起身后的五酒精饮料 在承销眼巴巴的注视中先递给了他 后者手伸出一半要接 又不止怎么的没接 弹开手心 示意他自便 挺有收获的 刚刚知道 深行最近在更新培训制度里 女妃的补充章节 更多的考虑了女性生理的 停 OK 我明白了承销在心里翻了第二个白眼 人家都是来联谊交朋友的 顾部长是来谈工作的 我们也去那边玩玩小游戏吧 二人三足怎么样 我们同一行司有训练默契 有为游戏的初衷 承销在心里翻了第三个白眼 顾南亭带不动 根本带不动 罢了罢了 也不是非得在他一棵树上吊死不可 今天就当纯给宋宋助攻了 顾教员好好玩 我去那边看看承销离开 承销完的开 很快认识了新朋友 夜幕缓缓降临 原来的小游戏档口的围观人群渐渐少了 大家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天幕之下 中间安放了小木桌子 可以围炉煮茶 边上配了烧烤炉自己自足 自然的火辣混合西瓜的香甜 将今天的活动推向另一个高潮 顾南亭坐在一个落单的天幕下的小木凳上 不远处离宇恒又被一群有航的飞行员围着 宋宋一直在他身边充当护花使者 正有些出神 承销的声音从顾南亭后面传来 担心你的宇恒就过去啊 我把宇恒当作妹妹 这是正常的关心向陈述 也向解释 承销动手 弄他们这桌跟前的围炉煮茶 小家热板上 很快有了丝丝热气生腾 顾教员别这么不合群 来玩就好好玩吗 你不也一样坐在这里 我跟你可不一样承销反手 亮出他微信的好友申请页面 里面至少有十个 新近通过的记录 我可是加了不下十个小哥哥了 正不知道对承销的收获做何评价 一个女孩过来要顾南亭的微信 帅哥 方便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直截了当的台词 不尽相同的场景 顾南亭不自觉看向承销的方向 之前这种他不善于处理的问题 他替他回答过 承销专注在加热的小点心上 接收到两个人的注视 才缓缓转过脸来 看了一眼他 又看了一眼小姐姐 给出一个干我什么事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继续低头研究到底热上了没有 这毕竟是几家杭司的交流活动 顾南亭不好像拒绝陌生人一样直接拒绝 不方便吗 有女朋友 女孩豪爽直率 观察他们来回交流的眼神 直接催场 承销咬着下唇 憋笑没憋住 闷哼出声之际 用咳嗽掩饰 自以为没有太明显 抱歉 不太方便方寸之间 顾南亭没有找到其他托词 还是直接拒绝了 女孩没有纠缠 放弃的干脆 又到了承销跟前 小姐姐 可以加你个微信吗 你要加我 我是深行的女妃 刚听你在我们那边跟他们聊女妃 培养计划 才知道你也是飞行员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我叫承销 陆行女妃 两个女孩很快加好了微信 女妃本来就少 自是惺惺相惜 重新坐下操作围炉主查之前 承销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外套穿上 来这个好了 给你这个 你喜欢吃的烤好的柿子饼外脆内软 外暖内凉 承销用小夹子递给身边人 等着顾南亭用手接过去 顾南亭用干净的盘子接了过去 承销又放第二个下去烤 吃啊 我看到你办公室友 你喜欢这个对不对 你倒是善于观察别人 不瘦 没有别人 只有顾教员你承销大大方方的承认 自从在停电事件挑明身份 承销不介意大大方方的表达喜欢 反正他都知道了不是吗 而且观察他这种为难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 害羞小表情 真的让人很有满足感 我 我来吧 你吃这个不知道怎么面对承销直白的喜欢 顾南亭顾左右而言他 接过他手上的夹子和功夫 把刚刚的纸盘放到女孩面前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喜欢对不对 嗯 家里有时候妈妈也会做 好 我记下了 承销轻快地应道 能知道顾南亭副部长除工作和锻炼以外的喜好 也是大成就一件 不多时 有刚刚新认识的朋友 过来给承销送冰可乐 也想把他邀请过去继续玩游戏 承销收下了可乐 但没有跟他们去玩 虽说夜晚郊外微凉 但承销穿的外套厚度 确实跟他平时适应23度机舱的风格不同 而且 他今天虽然一直在玩和交朋友 但据顾南亭的观察他并没有吃多少东西 看到那瓶没有开封的冰可乐 顾南亭记忆里的某个时间 也是23号 意识到之后 顾南亭懊恼自己的好记性 也懊恼自己的迟钝 起身离坐 几分钟后拿了一个黑色保温壶过来 还能看到上面吊着一个红茶茶包 修长的手指拿过刚刚的瓶装可乐 放到桌子的另外一边 哎 你今天不方便喝冰的吧 诚然如你记得我喜欢的 我也记得对你好的 如果您记得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里面有点灯火